我们今天就进入到 周易哲学的 六十四卦的 这个卦谣词的解释 那么这个卦谣词的解释呢 实际上就是借着 卦象 找出 卦名 建立 卦谣词 了解 卦谣词 然后呢 藉由卦谣词给我们自己 做 人生的 指导 建议 也许你会碰到这个情况 也许你不会碰到这个情况 但你要练习 透过这个人际关系的位阶 或事情发展的 这个 进程 来了解 复杂的人类的世界 人类的世界是很复杂的 尤其中国人的世界是更加的 尤其 古代中国人的世界是更更加的 好在我们已经现代化了 但是我们在很多地方很多时候 还是看到 古代中国人的那种 人际关系 互动的原则 忌讳 很多 忌惮 很多 哪来那么多忌惠 那么多忌惮呢 表现在 人际关系的 阶层逻辑里面 因为每一个人跟每一个人 在社会体制内 都是在阶层逻辑里面 假使你很讨厌这些 你到山里面做饮事 你就解决了 解脱了 这样明白吗 不理天下的事 也不跟谁 有什么上下尊卑的关系 你喜爱哪只猫 就把他养得肥一点 你讨厌哪只狗 就把他赶走 这就是饮事的生活 一事独立的生活 不生活在人群的世界 的生活 但是呢 一旦我们进入社会 体制 人群 你跟别人 就在这个位阶的架构里 在互动 这个位阶呢 形成种种关系 易经呢 把它编成64个故事 64个情境 告诉我们这个结构 好我们现在学这个 钱挂 跟坤挂 这两个挂 我自己的规划是 每周三小时 每一小时 希望能够讲两个挂 这样就很快就64挂可以讲 如果三小时 这个每一次只讲四个挂的话 那到学期结束加上这个 我自己可能会有出国请假 可能会讲不完 所以我希望能够 就是要求我自己 要求我自己 好我们现在来看这个钱挂 钱挂上挂是什么 钱嘛 下挂呢 也是钱 所以 这个 六窑怎么念 这里怎么念 第一窑 输九 输九 再来呢 九二 再来呢 再来呢 再来 再来 上九 这个没有什么成就感 到后面的挂比较会有成就感 这条太简单了 好 前上前下 所以在挂名的取得上 三窑挂的挂名就直接拿来做六窑挂的挂名 所以一个挂的形成会不会是 每一窑 再加一窑 加上去的 不会 会不会是一窑一窑往上加上去的 不会 你从这个挂名的取得 就会理解到 他当时形成整个挂的重挂 因为钱挂长得都一样 但其他的挂呢 就有那个变化 哪有那么巧的 下面这样 上面也是这样子 其结果就还是叫做 三窑挂的时候的那个挂名 所以我们毕竟还是比较接受 上下两挂 相从而取得挂名 但是 这个八个三窑挂是如此 绝大多数六十四挂的挂也是如此 但并不全部都是如此 有例外 那这点我们要明白 好 挂名的取得 那就是钱上钱下 钱上钱下 钱挂本来就是刚见的意义 本来就是刚见的意思 所以钱上钱下挂名叫做钱 那挂意呢 挂意经过特殊的安排 特殊的想象的设定 因为这是第一个挂 并且呢 周易就是阴瑶阳瑶组合成的六瑶挂 总共有六十四个 当他全部是阳瑶的时候 或当他全部是阴瑶的时候 肯定给他一个特殊的意义 而这又是周易最开头的两个挂 前挂就是最开头的一个挂 所以给了他一个特殊的意义 什么意义呢 挂意 什么意义呢 做君王 者 的 角色位阶逻辑 君王在社会体制里面有几个 只有一个 君王在六瑶的位阶体制里面 在第几摇呢 在第五摇 第五摇的意思是 上挂的中间的那一摇 第二摇的意思是 下挂的中间那一摇 周易六十四卦的思考 永远是基层有一个主管 第二摇 高层也有一个主管 第五摇 所以 第二摇跟第五摇 都是主管 职位 这样理解他的 结构 而前挂六摇都是 洋摇 用前挂来讲君王的德性 角色扮演 甚至或者是 成长逻辑 所以呢 意思就是说 这个 借由六摇 来讲君王的 成长逻辑 位阶逻辑 君王有小时候吧 君王有这个 两三岁的时候 又刚出生的时候 刚出生的时候他会不会哭呢 会 五六岁的时候会不会调皮捣蛋呢 会 十岁的时候会不会跟同学打架呢 也会 所以呢 这个也是一个正常人的 成长 这样 所以 前挂呢 我们就设定他 不是周淘初年的 周易的作者群 把六摇接阳的这个挂 上下接前 定名为前挂 之同时呢 设定为 君王的一个挂 而君王的挂 六摇都是君王 但是呢 只有第五摇位是正在做君王 初二三四呢 是 知道他未来会做君王 但是他的一个成长的阶段 到了上 第六摇呢 是 已经做完了 这样子 所以 只有在第五摇的时候是正在做君王 的 这个时刻 好 我解这个六十四卦 都用 三个东西 第一个 挂名的取得 第二 挂意 的重点 就是 这个挂要讲什么样的一个 主题 当然讲挂名的时候 主题就呼之而出了 但借由挂意再确定一下 第三个呢 瑶续十位 瑶续十位 其实最好在六摇讲完了以后 但是先讲也没有关系 好 因为呢 义 除了挂名挂词以外 最重要 就是瑶词 而且呢 各位同学 我们学人生 智慧 应对 进退的原理呢 就是在六个位阶 怎么去看 我们的 角色逻辑 判断 吉凶或 就你 一定在一个结构里面 在一个阶段的历程里面 所以呢 智慧的学习 其实是在 六摇的学习 好 六摇呢 有几种不同的 这个形式 来呈现他的关系 或者是同一个人 从小到大 在同一个主题上 成长过程 或者是同一件事 啊 由现在 到未来 由开始到结束 的六个发展的过程 或者是 同一个场合 同一个事件 有六个不同位阶的人 大家一起表现自己的角色 然后不同位阶呢 有不同的吉凶或 这样明白吗 就这三类 我们要学的呢 就是这样的一种 六个位阶 或者是六个次序 六种角色的吉凶或 情境设定 然后吉凶或 所以呢 前挂的 瑶位 瑶旭 十位 瑶的次序 展现出来的位 就是下道上的位阶 十呢 就从开始发展到最后 那他是一个什么样的模式呢 简单说 同一个人 即将做君王的人 由他开始 这个出生 或者是被认为 会成为君王 的整个 自我栽培 或者是别人面对他的 一种态度 他自己的心理反应 或者是呢 他应该学习的重要的道理 重要的智慧 的过程 就是做君王的人成长的过程 然后呢 这样的一个成长的过程 在前挂 的这个历程 也可以说是六十四挂 所有的挂 的基本性格 但待会我们还会讲坤挂 前挂象征领导者 就是拿主意的人 做指挥的人 坤挂呢 象征执行长 秘书长 CEO 总干事 是落实的 他一样是最有权力的人 一人之下 万人之上 那坤挂呢 也是从下到上的一个成长的逻辑 唯一跟前挂的差别 古代的意义 古代的意义 就是开始祭祀 那么这个 有 好的结果 祭祀有好的结果 亨日祭祀 这个 利好 真的结果 这样 圆开学 这样子 但是呢 这个 儒学家在看 圆跟力真 这样的一句话的时候呢 引申了他的意思 也许本来就已经意思被引申了 引申成为事情发展的四个阶段 圆还是开始的意思 做事 然后亨通 然后呢 这个民众大得力 最后呢 保持这个 百姓得力的局面 就要守正 持续的守正道 真就是持续的守正道 好 前挂的挂词呢 写作文的意义蛮大的 就我们去了解人生的 这个困局 困境 智慧 角色扮演呢 其实还好 就是一个理念的提出 我们就要做君王 然后为百姓服务 让民众得利益 然后呢 继续守正道 让这个效果能够持续下去 好 再来是前挂的 担担 担担是什么呢 有易经 有易转 易转有十篇 其中一篇 就是担担 担担呢 就是介绍 挂词的 64挂 有64个挂词 就有64个担担 前挂的担担呢 其他挂的担担呢 有时候会帮忙我们 解读 挂名 为什么叫这个挂名 所以 担担呢 可以让我们理解 原来挂名是这样取得 但 总而言之 它通常是一个后见之名 有时候常常是后见之名 就已经确定是这个挂名了 然后做一个补充的 这个说明 但补充说明也有意义 就做一个确认 是这样思考的 没有错 至少写 这个异传的作者 他们的时代 比起我们今天 那当然是早了两千年 就接触了 这个异经的创作的时期 比我们早两千年 它时代是接近的 好 前挂的担担呢 是一篇很好的作文 所以是后来的宋明儒学家 以及今天的当代新儒家 发挥儒家的哲学 刚见的哲学 创生的哲学 以有别于道教跟佛教的哲学 或有别于西方的哲学 的一个再发挥的 很好的一篇文章 我这样讲 在赞美的时候呢 其实就是想表示 从挂谣词的角度 认识的角度 解挂的角度 其实可能没有什么 太大的贡献 他就是讲了一些漂亮的话 那这样的类型的漂亮的话呢 在细词传有更多 其实就是去建构 周易本身的哲学系统 去宣扬他的这个角色 宣扬他的功能 好 我们看一下这个文字 我不想拿出的很神秘 他其实就很清楚 也很简单 然后功能就是 创造的原理非常重要 我们都需要创造的原理 因为有了创造的原理 所以才有了这个现象世界 才有了家国天下的这一切 对这一切这一切 感谢啊感谢啊 感谢钱挂的创生原理 基本上就是这样的一个用意 大灾前缘 万物之始 创造天地万物的 那一个开始的动力 来统天 统天下 统天地万物 都在这一个 潜挂的创生原理的 这个精神下 被创作出来 云行 与诗 品物 流行 上面有云 然后下雨 然后万物生生不息 然后动物呢 也长大了 植物也长大了 有了大地 自然世界的 一切一切的东西 这个潜挂的创生原理的作用的结果 大明宗室六位 石城 石城六龙 以御天 这个讲到这里 可以讲天道跟自然的发展的关系 也可以讲人间式的社会体制 君王跟天下百姓的关系 因为君王跟天下百姓的关系 君王在第五摇 那其他百姓在其他的摇位 那有一个 这个君王的作为 让这个国家社会 以及天下的种种事业 有一个开始到结束的良好的历程 大家都有角色扮演 石城六龙以御天 六龙也可以这个讲 这个六个摇位 他们都是天使 将来会做天使 未来会做天使 或已经做过天使 基本上都是天使的位格的 这些君子人物 在天下各个环境 各个位阶 各个事物 各个场合上 照顾百姓的事业 前道变化各政性命 创生的原理是最重要的原理 因为有这个创生 让万物能够成长 新兴向荣 而落实而成就了花草树木 鸟兽丛鱼 各政性命 或者是每一个人 因为你有理想的追求 服务的精神 就是一个前道变化 所以呢 才会使你成为人才 当你成为人才的时候呢 各政性命 正了你自己之所以 为你自己的那一个角色的 圆满的境界 你成就了一个人才 前道变化 各政性命 这个成就人才 背后有那样的一个动力 这个动力呢 创造的动力 创生的动力 服务的动力 德性的动力 好 宝和尔代河乃利争 就照顾了天下百姓 守出树物 万国贤宁 这个话都很漂亮 就创造了很多美好的典章 器物 种种的事物 让天下百姓 共同来享受 好 说了这个 口水是没有干的 但就是讲一堆好话 表示这个创造的原理是非常重要的 总要先让天地开始 国家体制开始 好 这个创造我们就简单讲过 我基本上认为它就是一个作文 然后呢 大象传 好 各位同学 我不断的提醒他 大家 大象传 两个结构 前面一个结构 讲画像 后面一个结构呢 是突然跑出来的一句道德教条 这句道德教条 答案绝对正确 但是呢 其实放在哪里也没什么关系 因为道德教条的道理都是相通的 忠孝仁爱心义和平 离义廉耻四维八统 其实每一个概念都可以推论出其他的概念 所以道德教条的情况是这样 好 天行鉴 君子以自强不喜 因为他本来就是上前下前 反正都是天 他也不怕你忘记前卦长什么样子 不太可能忘记 初学者学了也就知道了 那其他的卦呢 可能没有记起来 前卦跟坤卦呢 当你知道的时候 你这辈子也不会忘记了 前卦长什么样子呢 你已经不会忘记了 所以你还没有学之前呢 就已经看过了 所以也不急着告诉你 前卦长什么样子 反正天已经出现了 天行鉴 天刚鉴的意志 当鉴不已 持续不间断 最重要这个鉴 这个鉴就是持续不间断 在中国哲学里面 有一个字跟持续不间断 是直接 相通 相关 甚至相等的 这个字呢 在论语孟子大学中庸的中庸这一部著作里面 是中庸这一部著作最重要的一个价值意识的概念 你刚刚以上讲的那一段只有哲学系的同学需要听 其他人可以不听 那个字叫做什么 哲学系的同学 那个字叫做什么 给我一点面子吧 我是哲学系的老师 中庸有一个最重要价值意识的概念 跟持续不间断 是相等的 是哪一个字 看来我要点名一下 好像他们都能来 那个字叫做成 诚恳的成 诚意的成 成 单纯的 善的意志 持续不间断 你这个有没有诚恳啊 你说要帮我做事 做了三天事情还没做完 你就累了 这样明白吗 那就是没有诚恳 所以诚恳呢 单纯的善意 持续不间断 各位同学 老天爷有哪一天不干活的 他今天有没有干活 虽然他下雨 他还是有干活 他明天会不会干活 有人类历史以来 他就有干活 还没有人类有恐龙的时候 他已经在干活 就这个意思 他持续不间断 所以做一个君子呢 要为天下百姓服务 要效法这个持续不间断的精神 自强 然后呢 不休息 不休息是很可怕的 你累了 当然要休息 但是呢 当你休息好了以后 你又继续工作 你心情不好的时候 你想要不工作 不行 你还会继续工作 所以你不会有心情不好的时候 所以你这个人修养非常的好 一个人能够做到自强不喜 修养好 智慧高 这个关心别人的这个胸怀 是最真实 最具体 最澎湃的 没有任何一个时刻 他会处于懈怠的状态 为什么 因为他关心你 叫自强不喜 好 君子学习天道自强不喜的精神 在人间事里面呢 为社会服务 为百姓服务 也自强不喜 这就是对于君子的德性的要求 这个要求来自于 潜挂 讲天道运行原理的了解 这很容易了解了 很简单 天道就是持续不间断 对君子要为天下百姓服务 你也得持续不间断 自强不喜 这个自强不喜呢 还包括什么 你在学习上 不断的学习 在服务上 持续的服务 不打折扣 不间断的服务 好 大象传跟解挂也是没有关系 各位同学 跟解挂有关系的 就是挂名的取得 挂意的确定 瑶续十位是更有关系 所以呢 这个讲周易 这三个讲完之后 我们得打两个岔 第一个岔呢 就是让炭转跑出来 跑个龙套一下 然后呢 再让大象转跑出来 再跑个龙套一下 那我们终于可以正式看第一集 前面都是那个主题歌 这个连续句的主题曲 这样一直唱歌唱歌 有时候会把你带错了方向 跑到别的地方去想象 好像一首情歌 其实不是的 这谈政治斗争的 等等 好 我们终于进入到了 这个挂谣 谣词 初九 前挂就是 初九 九二 九三 九四 九五 上九 乾隆乌用 好 这个 初九 乾隆乌用 拳挂六摇 就是同一个人 在他到第五摇位的时候 要做君王 这个人就是要做君王的 所以他刚刚出生 或者是决定了要接受栽培 成为未来的国家领导人 公司的领导人 的时候呢 确定了这个身份 这个身份已经被确定 如果没有被确定的话呢 就像孔子无少也见 故多能鄙视 不知道干到什么事情去了 也没有人认为他以后会有多了不起 但初九 身份已经被确认 是个龙 龙呢 将来要做天子 但是呢 现在位阶很低 然后呢 这个还没有实力 充分的实力 所以呢 虽然你是君王之财 但你现在呢 不要去指挥别人 不要去指挥别人 就是污用 不要展现 你的权力的意志 好 请注意 龙是被认定将来会担任最高主管 那各位同学 如果你立志 将来要来改革社会 进入这个领域 将来要来改善这个领域 进入这个行业 将来要来改善这个行业 进入这个公司 将来要来整个掌握这个公司 那你将来就是这个公司的龙 对不对 那你现在进去了以后 虽然别人不知道 但你自己已经知道 你是龙了 所以可以是一个自我期许 自己是龙 这个时候 你要污用 不要刻意地展现自己 因为这个展现呢 对别人来说呢 这个你表现得太早了 因为上面还有其他的龙在 而有人在主管整个大局 所以呢 不会听你的这个话 不会听你的意见 这样 所以告诉你乾隆无用 小象传做了一个解释 阳在下野 就是你的能量 你的才华 你的准备都还不到 这个可以呈现出来的时候 好 就是你刚刚进入这个格局 你是龙 而且被人家知道 但是别人还不会太在意你 虽然你是未来的君王 但我现在可能是第四 我是个大臣 等到你做君王的时候 我早就卸任很久 目前这五年 这十年 甚至未来十五年 天下的变化 跟我的权力 直接相关的 也许二十年后你会掌权 但是呢 现在这个时代 都是我在掌握的 二十年以后 我已经不想管 所以我需要太理你吗 不见得需要太理你 这样明白吗 所以呢 你也不要现在就来指挥我 因为呢 我懂得比你懂得还多 我吃的盐比你吃的米还多 我走过了桥 比你走过的路还多 就这样子 所以我也不会太理你 所以乾隆怎么样 应该说初九这条龙要怎么样 无用 好 这是被认可的未来的领导者 假设你是自己 期许自己作为未来的领导者 然后你好不容易 考进了台湾大学 某一个科系 成为大一新鲜人 然后你就开始跟教授讲 教授我跟你讲 这个东西是怎么样怎么样 七六五四三二一 一六五四三二七 一二三四五六七 七六五四三二一 这样你就开始讲 然后学长学姐呢 来就迎心处理 就开始告诉学长学姐说 我告诉你 我们这个东西什么东西是怎么样怎么样 人家会觉得来了一个怪物 初九乾隆无用 即便你对自己的期许是这样子 这是一个 未接吉凶或福 角色扮演的基本国籍 好 大一进来就指挥学长 曾经有干过这种事情的经验 的同学请举手 没有你在心里举手就好了 这样是不对的 九二 献龙在田 历见大人 你刚进来 你是条龙 但是呢 你没有经验 没有实力 没有这个实力 你没有人际关系 甚至学识也还不充分 所以你开始学习 你潜藏 有一段相当的时间 然后呢 人家开始给予你一些任务 基层的主管的任务 并不是把第五窑的军权交给你 而是把一些基层的事物 你已经有这个能力了 任务交给你 让你来进行历练 这个时候你的任务就是把工作做好 一定要把任务完成 让你做基层主管 你没有把事情完成 你有再多的借口 那你只是训练了 草原吝啬 贤以仁 吝只曰 焉用吝 你学会了吝的能力而已 你要做君王还是要做吝臣呢 你显然是要做君王 那你可以没有能力吗 所以你在基层被授予任务了以后 让你做事 你就要展见才华 也就是一句话 事情一定要办成功 好 各位同学 你在大一下学期或大二的时候 担任了戏学会的干部或社团的干部 戏学会或社团交代任务给你去做 你有搞砸过的经验的同学请举手 现在大家都已经学会了 我们在心里头举手就好了 那你搞砸就是不对的 这样明白吗 搞砸就是不对的 只要任务给你 你就要完成 文语里面 这个颂诗三百 受之以正 不达 始于四方 不能专对 虽多 亦习以为 你读了这么多书 就是要懂得做事 结果一个活动交给你办 你竟然办不成 叫你去做外交工作 跟别人谈什么事情 你没有办法独立的完成这件事情 这样子 然后自己就浮现了几个画面 我自己在研究所的阶段 办活动 带一些大学部的学弟学妹 办活动 其中有一位学弟学妹 在十几二十年后 在某一个机关担任 这个重要的主管 管理阶层 他就跟我讲说 学长学长 你知道那个时候我才大意 你竟然叫我去某一个地方 去领钱 那个十几万还是多少钱 这样把它领 你知道我去的时候 我好害怕这样子 然后我把那个钱领回来了 然后那个活动要用这个活动 可是我觉得 那个过程我觉得感觉好棒哦 这样子 那我一听 我觉得很高兴 我曾经给他全力 在他还小孩子的时候呢 他就自己独立把事情完成 那也有另外一个案例 那我们这个学长学姐带着学弟学妹出国 就办这个国际交流的活动 这样子 那么我们都要带着这个礼品 带着礼品 然后呢 走到这个地方呢 这个开始的时候 总会交换一下礼品 走到这个地方呢 另外一个地方 又要交换一些礼品 这样 那出国旅游有很多的任务 有人是负责讲话 有人是负责这个管理食衣住行 有人是负责到时候要跟人家做这个意见发表的 那有一个人没什么 没什么事情可以负责 我就想到你可以负责管理礼品 结果在坐游览车 还是在坐火车的时候呢 他顾着兴奋的讲话 那个礼品呢 我就一直盯着 在那个地方 还在那个地方 下车的时候 他就准备走了 我就把礼品拎着 然后进了那个地方 再把礼品交给他 待会你的任务 我们说开幕的时候呢 交换礼物的时候 你要把礼品拿出来 礼品在这里 这样明白吗 知道我在说什么吗 基层的人 交代任务给你 你就要把它完成 让肩膀上负了很多 重责大任的主管长官 可以放心 将来以后呢 还会有更重大的任务交给你 那你如果连这个小事情都做不成的话 那你是不能 这个将来被受重任的 久而献龙在田 立献大人 你自己要呈现出将来可以成大人的样子 而且呢 大人都在看 有权力的人都在看着你 是不是能够把这个第二窑的角色扮演好 把这个任务完成 而且第二窑跟第五窑就直接相通的 你是基层的主管 第五窑是高层的主管 对 主管呢 他就看着你 不过高层的主管只有一位 在第二窑的基层主管有几位呢 很多位 大家做不同的地方 负责不同的地方 或者负责不同的工作 执掌 角色 这样子 所以呢 好好的展现 因为人家看 你也要呈现出 那个样子 把你的才能完全显现出来 你不用去思考谦虚什么那些东西 谦虚不是第二窑要思考的 谦虚是第四窑要思考的 讲到第四窑再说明给大家 第二窑呢 就是展现你的能力 你是戏学会会长 你把活动办好就对了 你不是助理教授这样子 需要担心跟其他教授之间的人际关系的问题 你不需要去想那些 你就是把事情办好 好 到了第三窑 第二窑是出场这个承担责任的角色 但是这个角色呢 就角色扮演得非常明确 之后你的成长 常常会处于角色不明确的状态 这个任务也许交给你 也许交给别人 不管交给谁 你是董事长的儿子 其实你都要关心 你都有份 你将来要接董事长的位置 或你将来要接社长的位置 但你目前不是任何一个部门的负责任 不是任何单位的什么长 但是对你来说呢 不管你有位还是没有位 任何别的单位的人做的任何事情都是你应该要去关心的 应该要去协助的 当然要稍微注意那个分寸 所以你要学习的东西非常非常的多 要关心的事情非常非常的多 你可以关心但要稍微注意一下分寸 不注意分寸比较不是前卦要关心的 注意分寸的主要是坤卦要关心的 但是前卦走到第四摇的时候 一样要关心这个分寸 在第三摇的时候 你不断的学习 关心很多很多的事情 什么事情你都要注意 该知道的基层的种种的变化 你都要了解 你要不断的学习 不断的学习 你不能够是个懒惰者 只学一朝半夕 将来就想掌握整个公司 不可能的 你的专业可能是工程 但你要开始去了解法律 要了解会计 要了解人事 要了解行销 这样明白吗 因为你将来要做董事长 你通通的了解 除非你到第四摇停了 不想往上走 那没关系 所以呢 作为要做帝王的第三摇 终日前前 到了班王呢 班王的时候还担心 自己呢 是不是该学的 没学到 而且呢 时间是非常有限的 十几二十年的时间呢 该成长的什么都得要成长 所以自己非常的担心 是不是没有成长好 没有学好 但是不会有纠难 只要你不跟人家起冲突 只要你认定自己的角色 你认真的成长 不要跟人家起冲突 你本来就应该这样成长 好 终日前前 反复道 就不断的学 不断的学 这个完全不停止 到了第四摇 你已经接近军位 这个时候呢 俨然你也就是皇帝了 你几乎已经接太子之位了 而接太子之位呢 也接了相当一段时间 有很多时候呢 就直接太子坚果 皇帝出去打仗的话 但是呢 皇帝回来以后 你的身份又不是皇帝 这个时候 是我刚刚所说的 前挂六摇 通常不太需要担心 谦虚的问题 但到了第四摇 你还是要 谨记在心 你毕竟不是军位 但是呢 你就是要承担 这个位置呢 也跑不了 但那个角色在扮演上 毕竟 有一个这个礼节 位阶上 这个要注意的事情 但是你不能太客气 你不能太谦虚 只要你知道你的意志 你的方向跟国君是一致的 该做决断的时候 你要做决断 因为你是下一位国君 你不是找现在的国君的麻烦 你是在帮助他 同时也是帮助你自己 所以一个人真的觉得自己是一个leader 的时候 他做的事情都是为这个团体 不是那类争私利 如果争私利的话 你要做决定 你要非常小心 你是不是妨碍到别人的私利 你是不是冲撞到国君的权力 如果你是为了私利 但你是为了攻 而且本来就是下一个就是你 已经很多事情是你在负责的时候呢 那你要该做决断就要做决断 如果你在第四摇位没有决断力的话 那你将来怎么上第五摇 在第四摇你不是一个 不是也是一个拿主意做决定的人 的话 当你升上第五摇的时候 权力已经被别人分割得差不多 所以你要配合着第五摇 也是要掌握权力 破跃在冤 禁无揪也 会讲揪就是你这样做犯了人家的忌讳 但是呢 第四摇的龙 你做的是为你自己 也是为了这个国君 因为他就是你的亲身故亲 这个也是为了这个国家 该做的 他忙不过来了 你就做决定 你做决定以后 一决定就影响未来二十年 反正未来二十年 再过几年 也是你掌权 这样 所以禁无揪 但是你现在毕竟不是 精卫 还是要有一个分寸 跟君王的一个分寸 破跃在约 好像你已经高高在上 但似乎又还不是 必须经历过这样的一个 心理的阶段 就在你还不是的时候 对于未来的那个角色扮演 你要完全能够掌握 这个掌握呢 就是你有政策的能力 这个政策的能力的掌握 在你第二摇 这个出事提升 第一次掌握权力的时候 你就要有把事情完成的能力 在你第一摇 潜荣污用的时候呢 你就要努力的学习 在你到第三摇 更加接近君位的时候呢 你要终日浅浅 学习学习 又不断的学习 什么都要学习 什么都不放过 在你第四摇的时候呢 你已经要学习 做很多的决策 等到你到第五摇的时候呢 你只剩下决策 最后一个按那个按 因为你第四摇都搞清楚 然后呢 你要增加一个事情 就完全的权力在你的手上 人事决定的权力 飞龙在天 立宪大人 这个时候不是做给大人看到 这个九二立见大人 九二呢 就要做给你看 现在你自己是九五 你自己就是要大人 做给天下人看 做的任何事情 都是给天下人看 飞龙在天 大人造也 诞生了 君王 圣王 国君 展现你的统治的理念 所以九五飞龙在天 讲的就是国君 来 再来呢 这个上九 抗龙游魂 做国君呢 必须自强不喜 其实前挂六摇 都要自强不喜 大象传讲的 但是呢 最累的时候 毕竟还是做国君的时候 没有课 休息 这样子的日子 其实是很累的 假使你有可以卸任的时候 你一到了第六摇位 也就是最大的权力 已经交给别人 你可能是太上皇 或者呢 就交给别人 或者是现代公司的董事长 你可以退第二线 权力交出去 或者你是现代国家的领导人 那你一定有卸任的时候 那卸任了以后呢 你就跟那个绝对的权力说再见 然后回想过去那一段日子 其实过得真的是还蛮辛苦的 那这样的一个辛苦呢 一时之间心情还没有办法调整的很好 还觉得自己大权在握 那这个时候呢 其实你不用担心 也不要再去想那个权力的事情 但是呢 你还是地位很崇高 然后呢 这个如果你还在想那些权力的事情 对你不好 对整个组织的运作也不好 所以呢 每一个人呢 要调节自己人生的阶段 调节自己的体力 在你可以退位让闲的时候 要把它退出去 这样你才可以有一个 几十年的时间 好好休养生死 准备面对下一件重要的事情 什么事呢 没有什么病痛 轻轻松松的 就眼睛一闭停止呼吸 去见上帝 不要在这件事情上 搞得灰头土脸的 插管插了十年那样子 垫及垫及了二十次 这样就不治了 不聪明 不是不治的 不聪明 也应不可解了 就算你是天生要做皇帝 你也不要在那个 最大的权力的位置上 坐那么久 不要坐那么久 好 再一个 用久见群龙无首集 但是我们上席一直跟各位的学 教粘事的时候呢 这个 粘到了六次 都是得到九 或得到七 都是羊瑶的时候 那么其结果呢 就是一个比较特殊的情况 那就不是说第一瑶到第六瑶 就另外给你一句话 就是 大家都是九 大家都是君王 大家都是担任过董事长 这时候并不是 这个公司有好几个董事长不是的 是好几个大公司的董事长 一起在喝下午茶 请问谁要护账 随便 不必讨论 不必决定 请问谁先负责开始讲话 谁主持 谁做结论 不用规划 不用规划 不用决定 要懂得活在 没有被别人服侍的日子 也要懂得活在 不需要对别人下指令的日子 自在就好 你很有钱 你很有经验 你最有这个度量 别人跟你一模一样 大家平等 群龙无首集 大家平等 群龙无首集 就一群有能力的人 几个有能力的人 在一起 大家都平等 谁也无需特定为谁服务 也不用抢着付钱 也不用急着说 今天一定我来请客 这样子 也不会逃避请客 因为你的钞票太多了 这样子 你光捐钱都比请客还要多 花掉更多的钱 等等 群龙无首集 有些时候 你周围的人 跟你是这样的 同样的境界 那你就要知道 有一个 这个 彼此不需要互相指挥 互相服务 的这样的一个 相处的模式 就大家都很轻松 大家都很自在 群龙无首 那就是掌握的 这样的角色扮演的 正确逻辑 每一个人都是龙 都卸任 好 这个 当然今天讲不了六个卦 但是我还是很高兴 我在一个小时之后把钱挂讲完 所以钱挂也可以讲三个小时 好我们下课休息一下 其实坤挂比钱挂有趣多了 钱挂就是领导者的成长的逻辑 但是呢 很少人出生就 将来是领袖一定是很少很少 真的除非是古代的军权制度 就生了 而且就只有一个儿子 这样 这个皇帝只有一个 这个夫人 皇后 只有一个儿子 这种情况太少太少了 所以你很难在你出生的时候 就知道你将来一定继任 这样子 所以那个情况是比较爽的 所以通常是走到第三窑位 第四窑位 通常是走到第四窑位才发现说 原来你可以走到第五窑 所以我常常讲这个 有一个观点 就是你不一定要做第五窑 其实呢 只差你一定做不成第五窑而已 因为第五窑是极少数极少数 极少数的人才能做第五窑 反正只有一个 不是极少数 那个位置永远只有一个人做 所以在人类世界里面 极少数的人才是做到那个位置 看你是哪一个体质 但是呢 第二句话 有能力的人都会走到第四窑 变一位社会服务的人 都会走到第四窑 也许你有能力 但是你没有那样的一个心态 你不想站上高位阶 你是真的不想站上去 那你是有装子的这种心态的人 这种人当然也不少 但是也不多了 这就有点矛盾 其实大家都想站上高位 只是在看着站不上高位的时候呢 有人能够放下就不上去 这种人不少 但是很多上不了高位在第三窑的人呢 说自己不想上高位呢 那其实未必 所以不多 明白吗 大家其实都想上高位 就给大家两句话 就是你不一定要当第五窑 最高的领导权 因为一个体制只有一个 但是呢 有能力的人 有愿意服务的人 通常都会站上第四窑 这样子 那我讲空窑跟前窑的差异的意思是说 通常你到了第四窑的时候才会意识到 你可能有机会做到第五窑 很少像前窑那样子 一出生就准备要接大位 私人公司董事长 然后他也有好几个儿子 最近又有一位董事长过世 他就有好几个儿子 之前也有一位董事长过世 他不只有儿子还有女儿 而且女儿也很厉害这样子 谁到底会继任大头 其实常常不一定 但是没有关系 也是会有这样的模式 所以呢 前卦是出生就未来会当皇帝 这个模式呢 是一种模式 更多的模式是什么 你一进入这个科系 你将来就要担任这个领域的最大的 这个创造者 是自我期许 通常反而是这个领导者的角色是自我期许 期许你自己要改革这样子 那有这种自我期许的人多不多呢 不少 不少哦 在座诸位搞不好就有很多人是哦 你进了某一个领域 你要为这个领域奉献 将来很有可能承担这个领域 最重要的知识创作的责任 那是一个自我期许 你是个龙 将来会承担最大的责任 那你就要了解 你也会有这样 初九 前龙无用 九二 现龙在铁 你九二的时候 要是九二干不好 会怎么样 那你还好意思说我将来要承担重责大任 九三的时候你没有中日前前 没有那么努力 你将来能承担得了大任吗 到了九四就准备要登位 要学习做决策 你才能走到了九五 才能走到九五 好 那我们来看昆卦 所以我是要强调 这个前卦的现象不太容易出现 但昆卦的现象呢 常常会出现 君王只有一个 君王旁边的大臣有很多个 昆卦就是大臣逻辑 有能力的人站上第四摇 就是昆卦的逻辑 所以很多人都是昆卦的命运 昆卦的人生的走势途 所以更重要的是要把昆卦的智慧学起来 因为有能力的人 没有哪一个人可以不用到昆卦的智慧 昆卦的卦名的取得呢 不用费什么脑筋 很简单 上三摇是昆卦 下三摇也是昆卦 上卦昆卦 下卦也是昆卦 所以组合就是个昆卦 卦名的取得很简单 卦意呢 昆呢 这个是柔顺 但是不是懦弱 是柔顺 但是不是逃避 是柔顺 但是呢 是要承担的 只有一个意义就是 他不是做最后拍板决定的人 但呢 他承担了一切的一切 这个阴柔的这个力量 无比强大的能量 承担了一切的一切的事情 他就是落实者 前卦拍板 昆卦落实 前卦决定 昆卦执行 前卦说去做 昆卦说好我来做 就这样子 所以昆卦是那一个 最有权力的执行者 相对于前卦 前是皇帝 昆就是宰相 就这样 前是总统 昆就是行政院院长 前是皇帝 昆就是展相 前是董事长 昆就是总经理 CEO 这样子 然后呢 这个现代的社会 这个常常没有董事长 是董事会 还是有董事长 董事长不见得特别厉害 但董事会很厉害 那CEO就很厉害 这个执行长就非常的厉害 秘书长就非常的厉害 昆卦就是最厉害的这个人 昆卦就是最厉害的这个人 我这样讲的意思是说 好像贾博斯也是属于昆卦 他还不是董事会 但他是执行长 所以他真的就是那个 最能够做事的那个人 所以各位同学 我们要把昆卦的智慧学起 昆卦呢 虽然一人之下 万人之上 但很多的时候 他是光芒最亮的那个 但他要懂得 后面有一个人或一个团体 在决定方向 这件事情千万不要搞错了 不要去硬碰硬 那你就转换成前卦的逻辑 那是不一样的生命轨迹的逻辑 好 所以昆卦呢 的这个 卦翼就是落实 承担 完成任务 掌握天下的权力 但权力呢 的基础最后来自于后面的那一个 比如说立法院 或者是什么 这个 董事会 股东大会 或者是董事长 等等 你要有这个认识 这样就好了 好 昆卦六窑的窑续十位 跟前卦六窑的窑续十位 是一样的 同一个人 从基层 在位阶的攀升 也会有一个地窑的 掌握全部权力的阶段 然后又到了第六窑 这是昆卦的窑续十位 同一个人 然后呢 在一个单位里头 进来了以后 成长成长成长 竟然成长到 经历了第四窑 又进入到第五窑 而不是经历了第四窑 然后呢 年纪大了以后 退到第二线 直接跳到第六窑 绝大多数有能力的人 可以说 所有有能力的人 减一个人 那个人跑到第五窑 所有有能力的人 都是在第四窑 坐到老了 累了 退到第二线 直接到第六窑 等到你完全离职 才离开这个单位 离开这个公司 这样明白吗 但是昆卦是什么呢 这一个人 在第四窑 坐得很好 竟然他坐到了第五窑 然后呢 他可能可以 差不多时候 自己退到第六窑 但通常人都会发昏 就不想退到第六窑 结果呢 另外一个年轻的 雄性的狮子就跑过来 跟他厮杀 这样子 然后他会在第六窑的时候 面临跟潜挂性格的人物 捉对厮杀 然后这个公司呢 就被你们两个 因为吵架的关系搞垮了 就这样 或许会这样 这又是一个铁律 通常会碰到的这个命运 所以昆卦也非常特殊 你就是最有能力的人 那么你从小到大 你该怎么样培养自己 竟然意外地 你掌握了最大的权力 然后呢 你会碰到什么样的政治情况 所以说明了这样的一个过程 好这是昆卦六窑的十位逻辑 那我们现在让两个东西进来一下 跑个龙炮 就是昆卦的挂石跟大象转 好 圆坑立聘马之针 那母马就是很强壮 在奔跑 带着你呢 你要到哪里 他就带你到哪里去 但是呢 你是那个骑马的主人 骑马主人就是钱 而坑呢 就是那一匹马 你要到哪 他一定能够带你到什么地方 把事情落实 君子有忧望 这个君子指的就是这匹聘马 这个落实者 这个CEO 这个执行长 这样子 先迷 后得主 利 你不要自己乱跑 要往哪里跑呢 这件事情是有政策的 政策的背后呢 是有理想 所谓的理想呢 就是一个利他的 带领全人类 全国的同胞 整个公司 整个政党 往何处去 那个叫做理想 所以各位同学 你现在可以怀抱理想 要带你的这个领域 往何处去 那你就是钱挂 这样子 你就是钱的性格 然后因为你有整个 要带你 往哪里去的 这个理想 你有这个理想 哪天你在第五条位 那你就自己暗暗 这个整个组织 整个行业领域 就会往那个地方去 但是呢 空挂呢 是执行者 你希望为这一个社团奉献 你希望这个社团好 但这个社团应该往哪里去呢 有些人这样主张 有些人那样主张 对你来说呢 也许都可以 但一旦这个决定 确定了 你就是那个执行者 你是元帅 你是将军 打仗最厉害的人 但是这个仗要不要打 谁决定 能够是将军决定了吗 都是皇帝决定 皇帝决定不打 那你能怎么办呢 你只好继续当宅男 皇帝决定要打 你出来当将军 你把战争打 这样明白吗 将在外军命有所不胜 你还跑多远就跑多远 反正打胜仗回来就好 但如果皇帝没有说 要打这个战 你能带军出去吗 不行 先民 后得 接受指挥 因为那个政治的判断 是另外一种思考 所以你如果是很有能力的人 什么事情都可以做 但到底要做什么 这件事情 你不是这个类型的思考者 不要轻易的做到第五条的摇位 不要轻易的做机关的主管 做机关的主管 一定要知道政策在哪里 至于政策在哪里 是决定于你的理想 而不是你的欲望 每一个人都想当王 都想当领导者 是因为他的欲望 一旦当他担任了领导者 做到了最大的权力的位置的时候 他脑筋有的还是欲望 这个政党能茁壮吗 这个国家能继续兴盛吗 这个公司能够继续让每一个股东都赚钱吗 还是这个董事长自己赚很多钱 如果是因为欲望而抢到了领导者的位置 那这个组织算他倒霉 所以得到领导者的位置的人 都应该是具有理想性格 是利他的 你因为有理想性格 所以坐到这个位置 但是更多人是只想要坐到这个位置 因为他是为了欲望 为了欲望呢 很抱歉 你不会有好的政策 你只有好的小动作而已 你自己有利 别人不见得有利 公司不见得有利 干部不见得有利 只有你一个人有利 如此而言 所以如果大家都是好人 那各位同学 一定要提醒你自己 要这样看这些事情 如果你是那个知道政策方向的人 你可以去坐在第五摇的位置 否则呢 你好好坐在第四摇的位置 你提建议 让他做决定 让长官做决定 这样就好了 好 西南得棚 东北上棚 安征起 这个其实就是在 在卦象的东西南北的 摇位的卦象的这个东西南北的方位的排列上 昆卦呢 是阴阳卦 三阴或者是一阴的卦 是昆卦 然后在这个八卦的方位图上 这个在西南边的这几个卦呢 都是阴阳的卦 所以跟昆卦呢 是同类的关系 那么在东北方向的几个卦呢 是阳阳卦 所以跟它不是同类的关系 但这种文字都使得到太像术的部分 那其实我向来就没有太在意这些东西 我比较在意的是 当它进入了六摇结构以后 对人事关系的智慧的提醒 那像这种东西南北这些东西 像术的东西其实有非常多不同的解释 那我们简单看一下 通常 通常我们看到东西南北的时候 至少我在台湾长大 我从小就是上面是北边 下面是南边 右边是东边 左边是西边 可是我们在看古代的一些图像的时候 它是倒过来 它从北方往南方 我们看 所以这边是南边 前面是南边 下面是北边 所以左边才是太阳出来的地方 右边是西方 东南西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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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南这个离卦是昆 是阴卦 迅卦是阴卦 坤卦是阴卦 队卦是阴卦 队卦是阴窑卦 这样子 这是南 这是西南这边 然后这是东这是北 东北这边的前坎 这个耿正都是阳窑卦 好了 然后呢 反正这里有很多可以做的故事 可以说的故事 讲完了 因为我对这个东西也兴趣不大 所以那两句话就交代过去了 我们来看 这个比较重要 但是也不太重要 除非是哲学系要写 儒家的这个哲学论文才需要 所以宋明儒学家 跟当代新儒家 就非常重视这个判传 好 判传怎么讲呢 至哉昆源 就是落实的这一个昆卦的原理 使得这个前面是什么 万物之始 这里呢是万物之生 这意思也差不多 但是 顺承天 顺承天道 昆厚载物啊 所以有句话叫厚德载物 就叫昆卦 成载了 天好像太阳一样 昆呢 不 钱好像太阳一样 好像天一样 昆呢 就是地 成载万物 得何而无疆 这个德性是没有界限的 寒红光大 这个理想也是很远大 品物鲜坑 因为他的成长 让万物呢 能够在他的土地上成长 落实各政性命 聘马地类 行地无疆 柔顺力争 很坚定很强盛的行动力 落实政策 在土地上完成 君子悠行 那么你要为社会服务 做一些事业 先就会迷 你 知道 后 顺从最有理想的大人物的领导 落实他的理想 帮他完成他的理想 后顺得偿 反而是一个好的效果 西南得同 雨泪也行 东北尚同 乃中有心气 可能不是你的同类 就不要合作 这样子 那这样会有好的结果 安征之敌 一极硬地无疆 守正道 就会落实 非常好 我要再强调 这是写作文 这作文 写完了 看过就好了 就是说 这是属于什么 就是那个戏演完了以后 前面不是有主题歌吗 后面还有另外一首歌 通常那首歌也蛮好听的 好 比较重要的是 中间 这个六集的故事 好 六集故事开始又做一个广告 帝氏坤 君子以后得载悟 君子以后得载悟 前面呢 天行见 君子以自强不息 自己努力 带领大家 这个过程当中呢 承担了天下人的这个理想 责任的付托 这个责任一肩扛起 天下人的愿望 扛起来 后得载悟 这是昆卦的角色 好 我们来看这个六集的连续剧的故事 这个故事就精彩了 深刻 你进入这个行业 你要为这个行业奉献你的一生 你一开始就知道 要承担很多的重责大任 然后呢 你也知道 你会跟这个行业完全的绑在一起 那这是一件很好的事情 各位同学 你已经找到你的行业了吗 你的科系就是你最想念的 终生会奉献在这个科系的领域 人吗 已经找到的同学请举手 恭喜你 请放下 这种事情就不需要埋藏在心里 但是你可能还没有找到 不是说举手的 我说没有举手的同学 有一些可能还没有找到 没有找到呢 我没有要你快点找到 但你这辈子总要找到 这样子 以我自己的例子 我到大四才找到 所以我念大四的时候呢 就转系这样 就转到另外一个系的大岸 又从另外一个系的大岸 开始念起 从政治系转到哲学系这样子 然后呢 我找到了 所以干到现在还很快乐 发愤妄识乐以妄忧 不知老之将至以外 这个理性不满足 一直做哲学的 这个研究的工作 不断的讲课 我做得非常的愉快 这我在大三生大四的时候 我找到 好 那祝福大家早点找到 但是也不用急这样子 好 如果你找到了 那你就会无怨无悔走一辈子 对这件事情的看法就是 女霜兼兵制 看到了霜 知道未来就会有兵这样子 既然进了这一行 你就知道 将来呢 在这里呢 我要展现我的才华 我要贡献我的能力 所以呢 我要花很长的时间 学习 无怨无悔 学习 一步一步的成长 别人呢 三十几岁就发光发热 我呢 可能要六十岁才会发光发热 因为哲学比较难 物理化学比较简单 不不信吗 没关系开玩笑 这不是重点 重点是你要知道那一条路 是多么的漫长 但那个结果一定会出来 你就放在心上 一步一步往前走 所以旅霜兼兵制 就要理解未来有漫长的道路 但请注意结果一定会出 旅霜兼兵因始宁已 这个气候的变化 就是这样子 慢慢的到了冬天 那各位我们现在是三月份 那我们现在是慢慢要进入了春天夏天 这样子的阶段 但如果是这个九月十月十一月 就慢慢要进入了冬天的阶段 慢慢进入冬天的阶段 因始明夜 循至其道至尖冰 周一天 河水会结冰 那我们现在是 这个快要到春天了 周一天 这个河水冰 那个会解冻 然后那个小熊 会从洞里走出来 讲这些话的时候 你们在台湾成长也是没有那种经验的 好 但古人 中国北方人 写《易经》的文字的人 都是有这样的人生经验 所以就 作为 以这个自然现象来做一个比喻 它一定会发展到那个地方 但你已经坚定地 进入了这个领域 这个学科 这个事业 所以呢 对不起 刚才那个前卦的时候 我们漏讲的那个文言传 漏讲就漏讲算了 反正那是写作文 这样子 昆卦呢 我们补充一下文言传 为什么呢 因为这个文言传写得太好了 《易传》 《诗传》里面 有一传叫做文言传 只针对前卦跟昆卦的卦词跟瑶词 做解释之后的再解释 就写了炭传跟想象传还不过瘾 继续写就放在文言传 昆卦的文言传 非常的美好 积善之家必有余庆 积不善之家必有余秧 你可以把这个观念呢 跟佛教的因果业报轮回 或者是董仲书的 这个天人感应 拿来做一下这个比对 比较是类似的思考方式 那这就是一个信念 或者是一个信仰 你相信会有这样的事情 那昆卦就是做决定进入一个领域 你知道最后结果会出来 所以呢 你要行善基德 造福子孙 我知道我这样做 我的子孙呢 会得到福利 我知道我如果那样做 我会害了我的家人 害了我的子孙 家人是我非爱不可的 是我最爱 所以我绝对不能够 害到我自己的家人 所以不该做的事情 伤天害你的事情 绝对不做 那这就是一个认识 昆卦就是那种非常认识清楚 脑筋清楚 事情会怎么发展 都非常清楚 他才能够当CEO 执行长 总干事总招 昆卦就是总招 昆卦就是社长 会长 好 这个 臣是其君子是其父 这种事情是有可能发生的 但是呢 这是不应该发生的 但是为什么会发生呢 该怎么做你不怎么做 该守这个道理 你不守这个道理 该守这个规矩 你不守这个规矩 搞得大家都不守规矩了以后 君不君成不成了以后 臣认为他可以施其君子 子呢可以施其父 这样子 好 其所由来者见义 这是一个渐进的发展过程 所以昆卦特别厉害的就是 什么事情 一开始他就知道方向在哪里 怎么做 怎么走 怎么走是对的 怎么走是不对的 不对的绝对不走那条路 否则呢 此事其父 成事其君 其不善之家必有一样 他一定走那个对的路 激善之家必有一切 早早就分辨得很清楚 所以你将来要在这个领域里头 发扬光大 那么哪些课程 哪一些学科 是绝对必要掌握得很好的 你一定用功读书 读进去 需要的哪些人的能力 做事的能力 你一定找时间 找机会 把这个能力建立起来 同样的 需要什么样好的个性 你一定在日常生活当中 不断的提醒自己 不好的个性把它改掉 建立好的个性 你将来才能够承担大任 便知要早 吕霜兼兵 盖也有顺 顺着这一个天道的逻辑 事情发展的固定的逻辑 做你该做的事情 好 所以初六是什么呢 就是刚刚进入这个环节的年轻人 他已经开悟了 他完全知道以后会怎么样 所以坚定地走在这条路上 把发展看清楚 而且呢 一定要得到那个结果为止 这个结果呢 没有说一定要做君王 而是呢 我要为这个事业奉献 我要为这个政党奉献 为这个国家奉献 为这一个领域奉献等等 他找到了自己生命的方向 因为有这样好的态度 他成长 到了第二遥 六二 直 正直 方 公正 正确 大 胸襟 开阔 他理想 他乐观 他开朗 他心态非常的良好 在这个环境里面呢 做基层的主管的时候呢 怎么做都是顺利的 并不需要额外的特别怎么样 因为他已经在初六的时候 铝双兵制 他就准备得非常的充分 有些同学呢 从大一就开始玩 玩到了大二 并且继续玩玩到了大三 到大四的时候才突然开悟 这样子 那他就不是坤矿的粗链 那个时间被你浪费掉 这样明白吗 如果你现在是大一 你就已经知道你这一生要做什么的时候呢 你现在就会有效地使用你的时间 等到你大二大三或你考上研究所的时候呢 你该念什么 该研究什么 写什么论文 你已经很清楚了 直方大 不习无力 就当你在这一个领域行业的基层 获得一个角色位置的时候呢 你早就ready 早就准备 早就准备 因为你在初六的时候 就看得清清楚楚 然后就承担 大家很高兴 给你权力 给你位置 让你去发挥长才 获得荣誉 前挂不一样哦 前挂一出生 人家知道你是未来的领袖 一开始的时候提醒自己 少说话 因为你根本就什么都还不懂 你就要指挥 你指挥的时候人家会忤逆你吗 不会 因为你是未来的领袖 但是你的指挥的内容能够照着做吗 不会 也就是你开始练习 你失去未来的权力 这样明白吗 这样好吗 假使人家武力你呢 那不是你更难堪吗 所以 你就是个龙 但你现在还没有实力 先不要发挥 不要发威 不要指挥 乾隆无用 空话呢 没有说他将来要当总统 他只是自己选择的这个行业 然后呢 他一开始呢 就努力学习 到了接基层的主管的位置的时候呢 他已经能够展现得非常好了 好 这个文艺教堂就给他跳过 六三 非常特殊的逻辑 修怀着美好的信念 要为这个行业投入付出 但是呢 在一开始的时候呢 这个成长成长成长到第二窑 之后又到了一个新的阶段 这个新的阶段呢 就是暂时离开了基层的主管的阶段 或者是呢 你不是某一个明确的基层的主观 主管的位置 而是呢 被担 被提升 担任 不管部部会的首长之类的 或者是呢 督导 或什么高级的专员 就是有时候没事 有时候有事 这样 或者到底叫做你做什么事情呢 这个 随任务随机指判 那你可能是一个灵活的角色 但你如果是固定管财务的 你口袋一定一堆钱 你固定管军火的 你仓库里头一堆枪炮 你固定管人事呢 你的办公室一堆人事资料 一堆人排队呢 在那边 用羡慕跟那个 崇拜 以及讨好的眼神看着你 这样 你如果是任何特定的单位的主管 你资源非常清楚 这样明白吗 到你现在不是任何特定的单位 的主管的时候呢 你有权利 好是没有权利 好像没有权利的样子 也不是时时刻刻都有 有权利 某个意义上来讲 你也暂时被冷冻 我要告诉各位同学 六窑 有官位的是第二窑 以及第四窑 第四窑就是中央的大员 所以我说有能力的人都会到第四窑 第五窑严格来讲不叫官 你开一个公司当董事长 你算不算做官了 不算了 你找来担任你的主任的那个人才叫做官 有吗 一个国家的国君是不是做官啊 不是啦 参加科举考试考上的状元 当做立 就选了这个什么 这个护部侍郎 兵部侍郎 立部的什么的 或当了宰相 那个才叫做官 这样明白吗 最大的官就是宰相 皇帝哪是官 所以原则上来讲 其实第五窑不叫做官 全部都是你的 普丽之教末非王主 帅主持平末非王者 全部都是你的 第四窑是官 第二窑是官 但是第三窑呢 相对而言恰恰不是官 但你可能有一些权利 但不是非常明确的主管之职 在这个阶段呢 你不太有实学 但是呢 你毕竟已经进来了 所以在昆卦的六三 因为昆卦是同一个人 从初六到这个上六 初六就屡双兵制 已经看得清清楚楚 未来就是要走这条路 当他走到了这个 不是非常明确具体的基层的主管 也不是高层的主管之位的时候呢 他还是要为这一个组织奉献 为这个领域奉献 因为这是他很清楚的选择 各位同学 我们讲的是钱卦跟昆卦 钱呢是以后要当皇帝的 昆卦呢是一出场就已经胸怀大气 我们讲到其他六十二个卦 那就不一定了 下面要尊蒙了 蒙卦就是迷迷糊糊 不知道自己人生要往哪里去的 他的第三窑就不会这么清楚 就会闯祸 但是第三窑呢 昆卦的第三窑他就非常清楚 就是要在这个领域服务 所以我的原则 含张可真 或从王室无成有终 含张可真 张是美丽的玉 含了一块玉这样子 就是含了一个美好的德性 而且他的内心呢 就是要为这一个组织服务的 所以守正道 他一样进行国君希望大家做的事情 不过任务是交代给第四窑 或者交代给第二窑 只不过呢 第四窑会发个email给他 哎你帮一下忙 他就好好帮忙 第二窑呢 会发个line给他 哎你可不可以告诉我这次该怎么做 他也好好的跟他讲 或从王室 但是他不是主管 所以呢 事情办成功了以后呢 颁奖典礼上 领奖的是第四窑跟第二窑 就这样子 不过呢 第四窑会懂得不要上台领奖 把自己的名字除掉 免得功劳太大 有点麻烦 第二窑就没有关系 大方大方的上台领奖 第二窑叫你做事 你做成功了 要颁奖给你 哎呀我不想上去了 哎呀我不好意思了 你以为你功劳很大吗 你把事情做好 我颁奖给你上台领奖 是我演给天下人的一个典范 请你继续执行领奖者的任务 这样明白吗 那也是个任务 所以大学同学办了社团活动 系主任颁奖给你 校长颁奖给你 学务长颁奖给你 大大方方上台领奖 不要扭捏 不要扭捏捏捏捏捏 到了第四窑 皇帝不见得有时间颁奖 因为你是会跟皇帝一起上厕所的 我们俩都一起尿尿了 还在正式的场合上 我颁奖给你 我们俩的关系有那么疏远吗 明白吗 到了第四窑还要抢 抢这个奖的人 头脑不清楚 所以权力越大 越接近最高领导者 就越不要世俗的荣誉 那些世俗的荣誉呢 要给基层的主管 第二窑 因为你做事成功 我给你奖励 这就是我在建立典范 所以所有的第一窑呢 都会非常希望能够做到第二窑 做到第二窑的时候 会非常认真的投入第二窑的事情 成功的时候呢 可以得到公开的奖励 公开的奖赏 这就是第二窑的逻辑 但是第三窑呢 没有这个逻辑 奖是讲给第三窑的 或者讲给第四窑的 就看你懂不懂事 结果还很懂事 还是或从王室 就是从王室 但是任务不是直接给你的 无成有终 只是成功不在你 成功在第二窑 在第四窑 第四窑要接近皇帝 这件事情我办成了 如果皇帝多问一句 怎么那么顺呢 他会说是那个第三窑 事情完整 皇帝就记在心上 如果皇帝没有问呢 也不算你倒霉 算你积了阴德就对了 第四窑会记在心上 第四窑会记在心上 这样也可以 这样明白吗 你在第三窑的位置 还是要忠心耿耿于 这一个组织 事情要办成 但要忠 但功劳呢 不用在你的身上 那你当然是忠心耿耿的 如果之后有机会 拔着第四窑的话 你就是会拔到第四窑的位 那坤卦的角色就是 他在初六的时候 就已经完全决定了 他当然会在这个领域不断的奉献 所以呢 他不会任意的跳槽 不会转系 选个服系没关系 这样子 他已经决定 这辈子跟这个领域 完全绑在一起 不会改变了 好 韩章可真以时发 需要的时候 我就出来付出 或从皇室知光大 知道理想在哪里 目标在哪里 不会计较 小恩小利 小名小弟 好 六四或难 无疚无欲 这个 各位呢 其实我觉得 周一六十四卦 第一条 学会了坤卦 就是学会了最重要的领域 就是我们在职场上的角色 坤卦就把这个职场的位阶逻辑 其实完全讲清楚 第四条 就是皇帝身边的人 对于国家重要的大事 一定是派你去做的 做成功了以后呢 是皇帝派你去做的 你去做的时候是说 这是皇帝的政策 坤卦一开始不是讲的 先民 后得主 利 所以是国家的政策 董事长的政策 你去执行 执行成功了 当然是董事长的功法 君王的功法 但你一定要把事情完成 不要给自己邀功 这是好事让你去做的时候 你因为位阶高权力大 你会看到这个组织这个单位 很多不同的地方的各种的事情 有些时候某些地方有一些不好的事情发生 因为那是不好的事情发生 让我们回想一下前卦的第四条 你本来就要准备接军位 那个人又是你爸爸 全力又不会不给你 有碰到不好的事情发生的时候 你敢去解决 因为你就是替你自己解决 昆卦呢 不一定会做第五条的位置 他本来没有要做第五条的位置 他就是第四条的大姐 所以做这件事还是替皇帝做的 还是替董事长做的 但是呢 他也把这个公司当作自己的公司 把这个组织当作自己的组织 因为他一开始呢 就已经决定要为这个领域奉献全部 所以当他到了第四条的位置 他也把自己跟这个整个团体 当作是一体的 碰到什么不好的事情 赶快出手 把它解决掉 解决掉以后呢 不张扬 不声张 本来没有人知道 是你看到的 结果你把它解决掉以后 你张扬出去了 人家就知道你们公司 成立有一件很糟糕的事情 丢脸的呢 就是地狱 你的领导者 所以呢 你要帮公司摆平不好的事情 但是家丑不可外面 这叫做困难 把那袋子束口给它束起来 什么事情呢 不要流出去 坏事不要流出去 好事呢 好事是君王说要做 或者是落实他的政策 这才是第四摇的角色扮演的逻辑 因为你是执行者 你就是来执行的 你就是来落实的 你这样扮演你的角色 皇帝呢 不会很高兴 但不会生气 会觉得很心安 但是不需要觉得很心安 皇帝已经跟你分享权力了 这样明白吗 只是皇帝的位置必须由他做 不是你在做 你又跟他不同性 当然没你的份 你最多当宰相 因此而已 之类的 总之呢 我说皇帝不会很高兴的意思是 皇帝不需要表现得很高兴 当你在第二摇的时候 皇帝发现你这个奇葩 当你在第三摇的时候 皇帝发现你这个人才 皇帝会很高兴 所以把你放到第四摇 从此以后 你就这样扮演你的角色 皇帝不需要再高兴了 因为他认为 你就是应该这样扮演你的角色 如果你做事还会让皇帝很高兴 表示你在第二摇 表示你在第三摇 你第四摇 本来就应该把这些事情办成 不要去盼望老板来夸奖你 有一些人不懂事 距离老板位阶比较远的时候 做事被夸奖 然后呢 就沉迷于被夸奖 权力越来越大 位阶越来越高 还像小学生一样 整天想要领奖状被夸奖 非常的幼稚 位阶越高 权力越大 越不需要被夸奖 无焦无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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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欲 那为什么无焦呢 因为你困了 该做的事你做完 皇帝不知道的那一间单位里面的坏事 你也把它做掉 这样子 如果你没把它处理掉呢 皇帝会不高兴 怎么这件事情闹了这么大你还不知道 那我给你这么大的权力你要干嘛 这样明白吗 事情办不好老板会不高兴 事情办得好老板不需要高兴 老板高兴也是一种表演 要表演给第二窑看 第二窑在很高兴更高兴的表演给所有的第一窑看 这样国家就稳定了 这样明白吗 老板还要表演给第四窑看 到底是我伺候你还是你伺候我 无焦 该做的事你要做好 做好就做好 做不好你有焦 做好了呢 你没有荣誉 但你没有荣誉吗 你已经是这么高位阶的人 你要回到你家 家里的亲朋好友 看到的都像什么一样 看到皇帝一样 你只要去下乡巡视 地方所有基层官员 看到你都像爷爷奶奶 看到爷爷奶奶一样 看到皇帝一样 这样明白吗 你在百姓的面前就是皇帝的代言人 怎么会无欲呢 不要跟皇帝要欲 只是这样而已 不要跟董事长再要更多 只是这样而已 他的逻辑在这个地方 甚不悍 在高位很容易被忌妒同事 很容易被忌惮 长官 被长官忌惮 被同事忌妒 所以呢 所有该做的事情都要做好 不要表功 不要邀功 不要泄露单位的丑事 这才是你的角色伴侣 非常重要的问题 好 虽然我没有在一个小时间把空挂讲完 但是 也是无怨无悔啦 好 我们下课休息一下 好 我们继续把空挂讲完 然后我们就可以讲 空挂的下一挂 尊挂 虽然我一开始宣布 我今天要讲六个挂 但今天能够顺利讲完三个挂 也是不容易的 因为毕竟第一次开始讲 以后就会 就会可以更流畅一些 也许下一次上课的时候 三个小时我可以讲到四个挂 在下一次上课的时候 也许我三个小时真的讲到了六个挂 好 我们现在继续讲空挂的第五挂 当你在第四挂是那样的扮演你自己的角色 扩囊 什么事情都处理掉 没有什么事情你会无法掌握失控的 滴水不漏 你这么强的能力 假使这一个组织 这个单位 并没有那种初九 乾隆乌用的那种人物出现 就刚好没栽培好 刚好领袖断层 那么这样的一个 这个昆挂的人物 他就有可能坐上了大位 这样明白吗 因为这个团体是你最爱的 这个领域呢 是你立志终生奉献的 该你做大位的时候 你要不要去做呢 如果有人跟你抢 如果有人跟你抢 不敢为天下先 你就让 因为你不是要来抢这个大位 因为你不是要来抢这个大位 但现在呢 是没有人 所以更没有人跟你抢 甚至你被期待 那你去做一下 做到这个大位 没有说一下 可能要让你做很久 只是做了不久之后 就有人要来跟你抢 但是现阶段呢 真的没有人 非要有人做不可 那你是最稳的人 你被请上去做这个大位 你就做了 也没有什么好不做 你还在演戏 还在甘心 还在假装 假装什么 这个团队里头呢 这个其他人呢 都目前实力 这个能力都还差你一大计 你本来没有要做这个位置 可是某些原因 突然这个位置的人不见了 那宰相做摄政王 就这样子 宰相做了摄政王 就这样子 突然呢 你这个副总统 就继任了总统之类的 这样子 好 皇上元旗 这黄色就是 国君的颜色 然后衣服 穿黄色的衣服 龙袍这样子 但是呢 你把它放在 这个下板的地方 也就是说 等于就是有点谦虚的意思 那你不认为自己是那么大了一点 那这个穿上了龙袍 登上了皇位 那么你把这个华丽的颜色 稍微遮了一下 这样子 表示一种谦虚 你不穿黄色的龙袍 但你还是穿了这个 富丽堂皇 象征均卫的衣装 你登上了这个皇位 这样子是非常好的 你有没有这个能力呢 你有这个能力 为什么 因为你第四遥做的扎扎实实 其他的第四遥没有人有办法上 那就你上来吧 好 各位同学 这个 在我寄给大家 或者在你们的这个sebar网站里面的 那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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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告 公告 公布栏 那我也有 贴了一些 之前有email给大家 不过因为有些人是后来的选课 反正你选上以后 你没有选上也可以 因为我那个是没有限制的 所以大家都可以点进去看 总之呢 我给大家一些资源的连结 那在YouTube上 我有非常多 非常多的这个 管理哲学相关的演讲 我讲最多的主题就是老子的哲学 老子的哲学就是这个坤卦 第四遥 甚至从第四遥做到了定谣的位置 那这时候他应该掌握什么样的一些原则 有非常多非常多的智慧 但这个智慧我也不用太急着讲 因为六十四卦基本原理都是这样子 但是最典型的就是坤卦 第四遥老子的哲学 无揪无欲 无揪 你该完成的事一定要完成 完成不了 那就是有揪难 但是呢 完成了以后呢 你没有任何私人的利益 没有荣誉 没有利益 没有功劳 都不需要 全部是别人的 你能够这样做 你就是母亲 你就这样包容他们 一切 全部都是给 都是奉献 在这个意义下 你是最好的领导人 结果果然 某一个特殊的情况 你成为了领导人 就是六 你走到了第五遥的位阶 这个意思是说 这是同一个人 不是另外的一个人 那六十四卦 不同的卦 有些时候 第四遥是一个人 第五遥是另外一个人 但不是同一个人 这样子 那坤卦跟前卦呢 都是同一个人的成长的历程 好 所以你会有第五遥的阶段 非常美 非常好 你也有能力 坐在这个位置上 只是我要提醒你 如果这是私人的公司 那个董事长的儿子 公子 可能正在国外念书 这样子 学位还没拿到 博士学位很重 我就差两年这样子 那 他一边写论文 一边当董事长 那论文就别写了 那不要什么野鸡大学 这样子 所以他要两年的时间 那你是大臣 那你就 等于就是说 就算没有董事长的身份 但是呢 你的权力也等于董事长 就是这样子 但是请注意 两年之后他回来了 你会不会 安插了很多私人 搞了很多假的帐户 把钱留到那个地方 然后他回来了以后呢 你不心甘情愿的交给他 甚至呢 这个拖延他就任的时间 你会不会干这种事情呢 假设你干了这种事情 其结果就是现在要讲的 龙占鱼也 其血玄黄 就是那一个自认为自己是董事长的人 一定要会来要回他的权力 那或者是你做了这个摄政王 大清王朝开国初年 就很有名的这个故事 有非常多俊男美女都演过这段故事 然后呢 这个 认为应该是继承大同的人 最后还是要回来做这个 皇帝的位置 而不会让摄政王一直待在那个地方 但摄政王也有可能就不想让位 就是这样子 好了 那其结果就会产生这样的一场巨大的冲突 这个故事就告诉我们一个道理 其实啊 那个领导者的位置 不是万不得已 你不一定要坐在那个位置 你坐在第四摇的位置 你还是可以做地理劳的事情 重点是机关管理好 这个干部管理好 事业管理好 这才是最重要的 这个位置是谁的就是谁的 该谁的就是谁的 你现在不能 没完我帮你留着 你两年拿到博士学会回来以后 那就是你了 在过程当中 常常发医没有告诉你 但你不必劳心这样子 等你回来的时候呢 所有的人事给你 所有的这个账目给你 而且没有隐藏某一些账户 全部交给你 权力交接非常的平和 你还是他最重的大者 说明他觉得说 拿到了博士学位以后 不去当教授太可惜了 这个公司呢 我可以挂名董事长 但没问题 你继续经营这样子 你还得为他们家再卖命十五年 那你也很乐意啊 你不要那个最大的权力 反而可以行使最大的权力 然后呢可以照顾 这一大家子的这个事业体 就因为你贪恋那一个最大的权力 所以认为自己应该 拥有最大权力的那个角色呢 就过来跟你争夺 上上星期就上演了这样一出活生生的戏 在我们台湾的社会里面 就超级宇宙无敌太类似了 龙占鱼也 骑血闲谎 他们可能明白这个道理 所以这个星期 都没有消息再露出来 否则哪天不小心股价狂跌明白 要顾大局 要顾大局 你不一定要有那个最大的权力的名分 只要你有能力 一心一意为这个集团 你还是可以掌握最大的权力 重点是你有最大的能力 能力发挥出来才是重要的 但是位置 大家都想抢 最大的名分 所以呢 最好就是最有能力的人 坐在第五条的位置 而不是呢 最有破坏力的人 最会抢的人 最有私人欲望的人 坐在第五条的位置 如果是后者那种情况的话 这个公司 这个组织 真的是 就很可怜 命该绝 好 利永珍 这个用六永珍 永远忠诚于组织 而不是 永远想当老大 永远忠诚于组织 奉献你的能力 你的地位等于老大 只要你对别人谦虚 不客气 不要抢大位 好 这个还有什么文言传 我想 就不去做那个发挥 听起来会很有学问的样子 那会耽搁我们上课的进度 我们就往尊卦 讲下去 希望这一个小时 下课的时候可以把尊卦讲完 好 跟前卦和昆卦不一样的 卦名的形成 上卦是什么 上卦是什么卦 砍卦 不要讲水卦 这比较没有学问 要讲砍卦 下卦呢 正卦 好 这个 上卦是砍卦 下卦是正卦 上卦是危险 下卦呢 是冲动 动能 行动 这样子 行动 冲动的能量 但是前面是危险的 这个冲动代表一种生命力 这个生命力呢 要冒出来 但是呢 前面呢 是没有好的环境 所以呢 冒出来是要冒出来 但是呢 目前这个阶段 因为客观环境的限制 所以呢 冒出来但是没有办法茁壮成长 大开大火 所以就是草妹开创的时代 这样的时候 所以呢 这个 这个尊卦 上砍下正 砍呢 是危险 就表示前面不好 正呢 是冲动 所以他要冲动 他要行动 但是前面是危险 所以 他拥有的就是这一个行动的冲动 那因为没有办法大开大火 所以呢 他还是要做事 就要做别的事情 而不是直接成功的事情 草妹开创的时刻呢 没有办法真正完成事业 在这个过程当中 内心的这种 这种郁闷可想而知 但不可失去了 战斗意志 不可失去了理想 所以呢 在艰难困苦当中 一个理想坚定的人 缓步的往前进 但是呢 不会有大的成就 但只是就现阶段而言 但你不会放弃理想 处于这样的一个状况 有点受困的样子 好 这个尊卦的这个 瑶絮十位呢 跟前面前卦跟坤卦一样 你可以把它看成同一个人 在成长的不同阶段 要面对的课题 到了前 在前面的阶段 是你在成长 到后面的阶段呢 就直接跟那一个 这个困难 这个相碰撞 好 这个卦词 尊卦 圆刻立真 跟前卦一样 既是这个友好的结果 瞻是友好的结果 或者是事情的圆满的发展 但是呢 这个尊卦呢 显然 事情没有发展到 最后圆满的境界 好 要等到下一个时代 下一个阶段 才会有 所以卦词告诉你 乌用有忧往 立见猴 就是 前面前卦初九 不是乾隆乌用吗 叫你不要去指挥 好 不要去展开 乌用有忧往 就不要有忧往 不要去打开 立见猴 做一些基层该做的事情 这个小王子登基 登基的时候才十五岁 其实自己的各方面都还不够成熟 找好的顾命大臣 帮你处理国政 比较重要 而不是去跟哪个国家发这个发展战争 不要去做这一类的事情 发动战争 少做这一类的事情 先巩固内政 把人事调好 你有理想大开大格 但现阶段呢 这个 你还不能够去做 因为前面是危险的 比如说敌军很强大 比如说这个全球股市崩盘 所以你也公司也没办法赚大钱 所以不要想那么多 先把人才 位置摆好 做这些事情 刚柔始焦而难生 通常挂词讲到刚柔的时候 都是就着挂相 的重要的摇位来讲他的刚柔 刚就是良摇 柔就是阴摇 通常重要的摇位就是第二摇跟第五摇 所以刚柔始焦就是九五六二 刚柔始焦 而难生这样 所以好像说事情要开始 但是呢碰到了这个困难 动乎险中后见之明 或者是告诉我们这个挂 是怎么形成的 动就是下挂正挂的抽象意义 险呢就是上挂砍挂的抽象意义 所以呢我们就说 其实尊挂就是下面要动 前面碰到危险 因此是一个始生的艰难的一个挂 所以动乎险中就说明了 这个挂的挂意 大亨女争 就是 你希望追求这个理想 但理想可能是在未来 也会很好 不过请注意 现阶段并没有大亨 我们最后看他的这个羊 就是没有大亨 这样子 雷雨之洞满名 天造草媚 一见猴而不明 只能够稳定人事 这个落实人事 但是呢 你要做的那一件大事呢 在现阶段是不能做的 做不成的 好 做不成就不要乱做 那就是很稳定 正确的处置的方式 你就做一些基层的事情 也是可以非常的忙碌 就是不是冲出去 但在国内搞该做的事情 也是可以搞得非常的忙碌 大象传 云雷尊 君子以金门 好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 以后我们就不必这样看了 云是什么 水 是砍挂 雷呢 就是震挂 在下挂 这样子 好我们忘了玩一个游戏 我们还是来玩一下 这个怎么念呢 初九 再来呢 再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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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下一个挂在考试通过 以后就不用再念了 云雷尊 上面是砍 下面是震 这样明白吗 我不断的强调 大象传是最好的 挂象 的说明 而且呢 念起来还蛮有节奏感的 符合声韵 适合背诵 趁大家才二十岁 还很适合背诵的时候 不妨把大象传背起来 你把大象传背起来的意思是什么呢 随时随定就可以把挂象画出来 因为你很快就会发现 你不知不觉已经把三摇的八卦 长的什么样子背起来 已经背起来的同学请提醒 三摇的八卦 已经有几位同学背起来 我向你保证 这个课程结束之前还不用到最后 你三摇的八卦绝对背起来 但你不用刻意 但你要刻意更好更聪明 但你不必刻意你依然会背起来 当你三摇的八卦背起来以后 你刻意背一下大象传 以后每一个卦你都立刻知道它的卦象 好 云雷尊只是讲卦象 君子以金伦 金伦就是金氏寄明做各种事情 这是一句道德教条的话 好我们看初九 盘缓 力居增 力见喉 你要 往前冲 初九就是正卦的那个羊瑶 初九 在基层 你的意志很坚定 这就是你要走的路 只是呢 环境前面是危险的 所以呢 你呢 步伐其实迈不出去 你只能意志坚定 内部还是很稳定的 就继续稳定你的内部 立见头 找好的人才 分封地方官员 或者是呢 你将来要做什么大事 需要哪些部门 把那些部门的人才找好 但现在呢 还没办法做那件大事 但做准备是可以的 因为前面就是一个大危险 砍挂在前面 好 盘缓至行这 迈不出去 但是你意志坚定 方向已经决定了 以贵下见大德明语 所以这真的很像 那就是国君出登宝贝 出登地位 面对国家的困境 危险依然十分危险 虽然你当上了新军 但是你还是没有办法解决这个人 那怎么办呢 没关系 你步一步来 先找好我自己要用的官 恭敬地请他来做这个官 以前呢 我就已经看清楚了 谁适合做什么位置 所以一个人有胸怀大志 你不一定会坐在第五条位置 但是你任何时刻都在认真做事 并且呢 用你的心去跟所有的人互动 所以你会知道别人是什么情况 谁可以赋予重任 谁只能跟他讲这个虚伪的话 不能够交心 你很清楚 所以在你没有长大权之前 你做事认真 你才能够了解人心 也许你就想长大权 也许是大权突然掉到你的头上 在你有那一天的时候 因为你了解人心 所以你能够用人 能够用人这样子 那么 这个 大学的时候 做社团活动 认真一点 做 因为你的同学可能会当行政院长 可能会当总统这样子 那不小心你就是部长 这样子 明白吗 所以有机会做事的时候 好好地做 看人 也被人家看 好 这是初九 六二 这个 六二是基层的主管 地方的这个官员等等 所以他已经要照顾一大家子了 所以呢 他的行动呢 就要更加的谨慎 但是呢 前景是危险的 所以呢 他没有任何一个步伐可以迈出去 他就好像一个小的地方的这个干部 地方的官员 地方的领袖 然后呢 面对尊儒的这个阶段 这个阶段呢 就是草妹刚刚开始的时候 但是你的行动没有办法大打开 初九就盘缓了 盘缓了 到了这个六二呢 就想要往前走 但是呢 瞻如 走走发现 就是不行了 又退回来 静静退退 初九就 就连一步都迈不出去 到六二呢 尊儒占卢 或进或退 就像架着马车一样 结果呢 右上角这匹马要往那边 左上角那匹马要往这边 右下角这匹要往这边 右下角 左下角又要往另外一边 这几匹马他们都行动不一致 你根本就没有办法驾驭这样的车子 往右边走两步 往左边退三步 往左边走两步 往右边退三步 这样子 就是你好像可以走 但是呢 其实呢 你没有办法走 走走停停 静静 退退 事业完全没有办法展开 事业没有办法展开呢 但毕竟你已经入了这一行 在基层呢 这个做了主管 因为在基层做了主管 也就是说 你已经上市了 你毕竟是一方诸侯 人家也看到了 看到你以后呢 有潜力这样子 虽然你现在还没开始赚大钱 都想来兼并 跟你谈一下合并这样子 不是要来消灭 你是可造之产 要来合并 兼并 吞并 但不是要消灭 匪寇不是要来消灭 是要来跟你结盟的 要跟你恋一恋的 恋爱一下的 什么下恋一下的这样子 匪寇 婚购 为什么人家会来找你呢 因为你是基层 主管 在位 你有理想 光芒已经放出来 但是呢 你的公司现在还不可能赚钱 人家很清楚 但是你有潜力 要来跟你结合合并 然而呢 那不是你心中想要发展的路 在初九的时候 你的心态就是国君的心态 弄一个小公司找几个大学同学 将来要成为全球的这个跨国集团 你不想现在就把你们这一群人的理想 卖给了另外一个大老板 这样明白吗 你不想卖 匪寇婚购 人家不是要来欺负你 不是要来消灭你 想要跟你结合 把你吸纳进去 但是你不想卖 就好像人家交你朋友 但你不想跟人家交朋友 要接你求婚 那你不愿意求婚 不愿意答应人家的求婚 守真不愿意嫁人 经过了很久很久才愿意嫁人 不过很久以后再嫁的人 可能就不是原来那种坏蛋 不一定是坏蛋 蠢蛋 也不一定是蠢蛋 反正呢 不是我心中喜欢的人 我就耗着等着 我心中有我等着的那个东西 所以你还在等待 还在等待 要相当的时间了以后 情势开朗 你等待的人出现 或者是说 相当的时间以后 你要做的那一件事情 终于可以做了 科技发展成熟到那个境界 消费者的习惯呢 终于达到了那个步骤 所以呢 你某一种的这种商业行为 终于可以大开大磨了 十年要等这么久 一开始的时候呢 还不行 投入再多资金 回馈不来 好 这个是第二摇的情况 第三摇呢 第二摇呢 是这个你可以动 但是呢 你反正就是走不远 第六三呢 就是你开始行动 你开始行走 而且你进入了商场 这样子 但是呢 这个 你没有好的想 但是呢 进入这个商场 但是呢 并没有通路 没有销路 产品 取高 特寡 这样子 所以呢 这个 这个什么 挨什么的手表 已经听很久了 有没有同学开始戴了 还没有嘛 反正很多 很多呢 这个号称 很有前瞻性的商品 在广告上 我们都 网路上有看到 但就是还没有 真的大大的 这个行销 消费者还没有感受到 他的虚钱 就像 到森林里面打猎 没有好的向导 所以你不知道 猎物在什么地方 这样子 昨天晚上在网路上 看一个 这个 台湾的山岳的影片 就有一个人说 这条路就是以前 我们 这个打猎的时候 走的路 然后到了冬天的时候 因为山上是冰这样 所以一些动物 会在山脚下 这样 然后呢 这是我们打猎的地方 所以那是什么 有向导 带你猎 到有猎物的地方 打猎呢 才会打得到猎物 结果呢 你要打猎 没有向导 但你又确实进去了 那个森林里面 但是你怎么样 就是找不到猎物 那怎么办呢 要耗多久 耗到没有食物吗 耗到冬天来吗 耗到结冰了吗 下雪了吗 不行 既然这一次是无功 那就要无功而返 要认赔 你已经进场了 但是还是不行 还是不行就要退出 君子鸡不如舍 还耗在这里 不对的 不会有收获 不要耗 往后退 你继续耗 将来就会令 就越来越亏本 越来损失越大 所以呢 就停下来 然后呢 往后退 在第二窑的时候 你还没有往前走出去 你进进退退 步调不依 山路 到了第三窑呢 你已经往前走了 但是其实还是危险 就是那个利益 还没有过得 还没有可以到大得力的时候 结果呢 投资下去了 但是呢 你不能够再扩大生产线 那么你就停止放弃 是吧 也许 赚大钱的产品 不是这个产品 但你的思考的方向是对的 绝对有前瞻性 绝对有未来性 但是很抱歉你碰到的就是尊卦 不会有大开大门的成果 谁叫你要补到这个要过来 可是我叫你补到 就告诉我们说 人生的过程当 你会碰到的事情 有些时候你就会碰到 像尊卦这种情况 在尊卦这一局里面呢 就算我们接下来看 第四窑第五窑 六四九五上六 效果依然不适合 好 这个六四 你在六三的时候呢 进场然后不行了 又退出来 六四的时候呢 你掌握的资金更多 你洽谈的这个合作的这个公司 更多 然后呢你进场了 人家都认为你会赚钱 这样子 然后呢你也觉得自己会赚钱 很多人跟你合作 你也在这边审慎的挑 合作的对象 然后呢你也认为可以跟 可以跟谁合作 然后就进行了这些公司的整合 因为大家看得到美好的前景 所以在这时候 心情还蛮愉快的 就很多人不只是你 不过呢 这些人都是老板 不是消费者就是 这些老板都认为 这是有希望的 所以我们大家来合作 这个时候就可以合作 而且呢 那个方向呢 你找到合作的伙伴呢 是真的跟你有同样的 这种科技的热爱 或者是文化的理念 或者是什么样的一种 产品的形象的这些老 你们可以合作 所以六四到了这个阶段 乘马班辱 虽然还没有大赚钱 但是呢 可以谈共同的理想 做真正的结盟 真正的结合 因为你找到对的人 结盟呢 虽然还没有赚大钱 但结盟是对的 之类的 好 命运到了九 你不只结盟 还成为盟主 这样 然后呢 准备赚大钱 很抱歉 还是没有赚到大钱 准备经营一个大的事业 但是呢 尊华下阵上坎 前景就是危险 从头到了就是危险 那个大的理想 就是时机还没到 所以呢 你固然成为最大的 这个集团 最大的股东 掌握执行的 全盘的这个力量 掌握全局 但是市场 并没有给你这么好的一个氛围 你还是没有赚大钱 尊其高啊 小真吉 大真凶啊 高是勇指 当你掌握最大权力的时候呢 这个 大家就等着 带领我们 赚大钱 然后呢 让大家得利 这个效果要出来 但这个效果 始终就是没有错 因为你还在尊 草莓 开拓 但没有开发结果的阶段 所以这个高呢 就没有办法得责尔施级百姓 不是所有人都想买你的产品 不是你所有的股东呢 都赚了很大的股力 就是这样子 所以呢 得到了一个小局面 并没有得到一个大局面 如果这个时候你又冒进的投资 那会周转不过来 会跌倒 动作做太大了 会争修 这样子 如果是要发动战争 这种大的事情 的话 你固然掌握到了国内的这个舆论 国内的政权 国内的兵权 但是呢 敌人还是十分的强大 所以呢 最多能够稳定自己国家的边界 要幻想把敌人赶离开 赶得远远的 那还是时候还没有到 所以呢 你的国家在边境的百姓 你还是会受到敌军的骚扰 是骚扰比较小一点而已 那 没有办法真的把敌人赶跑 如果你 没有看清楚情势 要冲出去的话 那你这个全军覆没 敌军还是很强大 大真凶 所以呢 你的得责 没有办法完全施展 完全落实 这是这个尊华九五的这个情况 好 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情况呢 这个 编剧就是这样编的 很危险 所以呢 我们在自己成长的过程当中 人生的过程当中 我们绝对要那个正挂的那一个精神 但是呢 整个环境 是不是很顺的大环境 我们要不断的尝试 不断的感受 然后要很敏感的知道 现在是什么情况 所以对于我可以预计的成果 就是不要看得太简单 要看得很清楚 我可以得到的成果到哪里 不要妄想太多 不要做不当的幻想 也就会不会有的过度的失望 或者是伤心 这样子 所以要了解环境的现状 好 你在这一个 这里是九五的阶段 刚性的领导人 掌握了这么多的权力 也投入了这么多的资金 或者是付出了这么多的心血 这么多的努力 结果呢 只想赢一点点 稍稍稍稍稍住了边境的局面 敌人呢 没有再来骚扰边境 但敌人还是就一墙之隔 还是在那个地方 虎视眈眈 你的商队也没有办法出去 你的其他文化教什么东西 都没有办法展开 没有办法记血 老百姓还没有得到你的大恩责 感觉上像是白忙的一场 到了第六摇的阶段 你要交出你的统育群 下一个阶段的人 下一次的努力 前一个阶段的这个结盟呢 你是最大的股东这样子 但是呢 这个事情没有完成 也许非战之罪 当然是非战之罪 尊华前面是一个大的文贤 就是这样 虽然你愿意努力 你也付出了 但是时机还未到 所以呢 该给你的时间 足够给你 但是你没有让大家赚大钱 你只要退到第二 第二线 把指挥权交出来 秤马班儒啊 细血连儒 所以你很悲伤 就是觉得这个很难过 很感伤 因为你的建立伟大的事工的理想 并没有实现 所以预祝大家 将来补卦的时候 原则上不要补到这个卦 但你如果补到这个卦呢 那你就要明白 你就放宽心了 不要再投入 力气不要用在这里 然后不要再去说大话 就这样子 让大家都明白 非战之罪 是环境使然 对 不会一直指责你 留得青山寨 不怕蒙柴烧 重新再做再一次的准备 那你就非常的稳定 让自己利益不败的这个地位 那这个尊卦到了这个上六第六摇 就是经历过了九五 一次的巨大的初级 还是不成功 然后呢 你就守住 不会投入再多 然后随着时间的迁移 你把权位交出去 处于一个这个伤感的阶段 在伤感的阶段 气血连如何可常言 其实是说不希望这个时间这么久 真希望环境能够赶快改变 没有在我手中完成 但希望下一任继任者 这个理想能够完整 我们接棒 我交棒 你接棒 一棒一棒传下去 希望总有一代人呢 把这个理想完成 但是对我而言呢 那美好的一仗打过了 但是我没有完全成功 这尊卦的一个故事 那在这个过程当中 可能发生一个事情 好 我基本上呢 就是会以这个方式 来讲六十四个卦 这样子 那我估计下星期 讲的时候 可能会讲到四个卦 或者五个卦 原则上 我每一周就是讲六个卦 这个进度改完 然后呢 我实际上就是 在上课之前 都会 在看看我写的这些文字 其实多少都会做一些句子的调整 那 你们要事先下载的阅读也OK 那你们就是 不事先下载阅读也没有关系 但是呢 这个材料我会一直在网路上 修改 然后上传 修改 上传 最新的 新的 word 文字 好 那就 下课